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4位女生对张晓晓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谢谢大家 吴瑞航 男嘉宾你一出场的时候 我就觉得整个人眼前一亮 因为在之前的节目上 我说过我特别喜欢穿衬衫的男人 然后你今天这一身装扮 我觉得是我的菜 穿个衬衫就是她的菜 你真是不挑食的姑娘啊 男人的衣服就得几个屏幕 来看第一条片子 好 好 好 小哥, 九尿飞啊 大麻 忙着 干整事呢 这次干什么 我的工作就是 让别人走不出这个房间 我是张晓晓 现在呢跟朋友看了一家 真人秘词淘汰店 毕业之后呢 住在新加坡 在最大的高级服务公寓 担任经理 到了新加坡我才知道 原来英文不是这样讲的 比如 1 2 3 卡哇 底丢马干 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虽然我的名字萌萌哒 但是我的朋友觉得 我是骚骚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特别爱自拍 这个角度 我觉得是最好的 我最受表的就是 有些人天天发自拍 并且突然完全没有关系 连角度表情都是一模一样 还有一些照片 那是自拍吗 完全自拍好吗 那我的自拍原则是什么 无节操无底线 绝对没有一张是同样的 很多小姑娘会把我当男神 其实呢 我是一个男神经病 我讲话有三种模式 我每天都要弯腰 因为我帅得吊炸 我同胶就是有 你找到怎么同量 好多人就是我 我就是张晓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那个是叫《密室逃脱》吧 这个游戏 对 是《密室逃脱》 你是专门做这个的 还是喜欢玩的 对 我是设计一些机关 然后让玩家 在我的体验 这个生意好吗 还行吧 这个游戏在假期 还是蛮好的 19号 你好 蓝嘉宾 那个你说的是男神 和男神经 我特别懂你 因为从我来这个台上 第一天我就说了 我说我是女神 和女神经的混合体 你说你会用三种 意思说话 那不如我们来比一下 看谁更神经好不好 好的呀 那你想说什么呀 电子 我可以给大家来一段 好 这一段是给男嘉宾 充分展示自己的 不过我提醒 还有12盏的 大家好 现在是晚上的9点10分 欢迎打开声音乐收听 你的月亮 我的星 不要模仿曾小贤 不是每个男人 都可以成为曾小贤呢 拜托你清醒一下好吗 你现在还清醒着吗 还行吧 必须 我觉得你是彻头彻底的鸣骚 没有心事我 对 好吧 而且你的名字叫张晓晓 对 刚一出场的时候 我以为是大小的晓 后来一看是那个春晓的晓 我想问问为什么 就是你叫这个名字 你爸爸妈妈给你起这个名字的时候 他是为了什么呢 如果你要是老了以后 或者是以后工作 就是蛮有成就的话呢 这个名字会不会给你的生活 带来一些影响呢 这个名字确实是给我的生活 带来一些影响 因为我之前是在新加坡 然后新加坡他们的名字 是Mr.John 或者是Mr. 因为我的名字 他们会经常是搞成女士 就是Mr.John 你进来一下 然后我一个大小伙子 我就站进去了 不打算自己把名字改了吗 有啊 我现在是用 张大的 老爷爷们跟我说 你会用三种不同的音乐跳舞 你愿意展示一下吗 好 来 马嘉老师 谢谢 差不多了 天性被解放了 哎呀 那个你紧张吗 好了 这感觉 我以为他会冲你去 对 我紧张得死又一身汗 从刘恺维坐到这儿之后 你老是一身汗一身汗 老是被一惊一乍的 你这节目录完之后 凯威你得好好谢谢郝老师 替你心都操碎了 郝老师是我的贵人 听上去我害过你很多次啊 我也要表态 我要对你好一点 好了 好了 来 看下一条片子 我的第一段感情是在大学里面 那个时候他送了一个苹果给我 我告诉他 如果苹果发芽了 我们就在一起 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我会主动把各种社交软件的 账号和密码给他 因为我觉得安全感 是互相给予的 我们在一起感情特别好 但是在父母强烈的反对下 我们还是分手了 我的第二段感情是在新加坡 他是一个学霸 我们是一见钟情在一起的 他的父母觉得我配不上他 他还极力反对我们在一起 有一次他爸妈约我去地铁站见面 话还没说两句 上来就给我两巴掌 我整个人都蒙掉了 那件事情以后 我们的感情更加好了 有一次他和他的追求者 单独出去玩 我真心受不了 我们就分手了 其实我是一个预警后 我喜欢霸道一点 能hold着我的女生 有些女生她越是不搭理我 我就越对她有兴趣 就是一个在建议 富瑶 杨嘉宾 你好 我觉得您收的那个苹果礼物 还是挺奇葩的 我在阿佛学习的时候 也是在她的录取办公室里面 工作了一年 所以当时我们就看着 奇奇怪怪的申请者 寄来的各种东西 然后其中有一个申请者 有一天寄来了一盒东西 然后里面是一个特别旧的鞋子 然后给我们留了一张纸条说 我的一只脚已经进入哈佛了 然后当时我们的办公室的工作人员 看了那张鞋以后的感受就是 他为什么不把脚给剁了 说他一只脚真的进入哈佛了呢 所以我就觉得有的时候 然后就我们送礼物 表达了一下意思就可以 珍惜了程度可能有的时候 也要稍微考虑一下 关于那个苹果 我想给大家解释一下 到底是怎么一个样子 当时是圣诞节 然后在学校里面 大家都会互赠礼物 然后他送给我的是一个苹果 但是很不巧 这个苹果被我的朋友吃掉了 吃掉了当时我就把这个苹果 给种起来了 大家知道是在冬天圣诞节 等一会儿 你的朋友把那个苹果吃掉了 然后呢 你 然后我把它种起来了 用瓶子 放到瓶子里面 就是吃剩下的那个盒 种起来了 对 然后种了之后 然后在放假之前吧 然后就发芽了 发芽之后 那我就告诉他了 发芽了 那我们就理所当然的 就在一起了 对 我送他的是一个橙子 还加了钱 老师你知道多少钱吗 一毛钱 因为我觉得一毛等于十分 十分的诚情诚意 我希望你 就是说我也花一点心思在里面 刘烨 女嘉宾你的理想类型 是预解范儿的是吗 对 因为我性格其实挺外向的 然后我的朋友也特别多 他们都喜欢跟我一块儿玩 别看我刚才是那个样子 但是我安心的时候也是挺好的 那你看台上24个女嘉宾 什么范儿的都有 所以哪个是预解范儿的呢 你都灭我灯了 很显然就是这里啊 很显然 我觉得19号确实 对啊 就是啊 对 19号 然后还有16号 对 我觉得他也是个预解 好 这就位 那我觉得16号和19号风格 差得还蛮大的 对 一个是豹文 一个不是 看来我这辈子走萌卖的路线是没戏了 对啊 太厉害了 对啊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老师 你好 对于账号密码 比如说你知道一些 他的社交软件的密码之后 你会不断地经常地去上他的社交软件 来看一下他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现象 比如出轨的现象 这个你理解错了 我从来不会问他要 我会把我自己的主动交给他 因为我觉得在感情里面 安全感不是说的 就是我觉得我要去做 我就给你这种安全感 然后我就把我自己的账号 然后去给他 因为我要做到 有人总结过 我们活在这个时代啊 你得有多少密码才行 比如说有两张银行卡不算多吧 就有两个 有几个经常去的网站 比如说我 我经常喜欢去某一两个摄影网站 要注册 又得要密码 你要再有一两个社交这个什么 什么磨磨之类的 又得有 差不多十五六个密码是不算多的 那大家都是用什么 就要好记 又告诉别人也不担心的那种密码 凯威 你能不能说一下 你设密码的方式是什么 你说的时候 要保证自己的安全啊 我是特别简单 就是我第一次收到的人生中第一个密码 就是一般都是银行卡 会发给你一个密码吧 就是从那个密码开始延伸下去的 就那个一直 这是主要的那个密码 然后一直可能不同的 会加一点点一点点这样 就是在那个最早的那个密码上面 对对对对 加点减点什么什么东西 对对对对对 你看这个这样说谁也不会知道 好 还有些高智商的姑娘们说一点周胆 密码这种东西是能反映人的真实内心嘛 孟非老师刚才给我提了一个很好的建议 我觉得以后我一定要把我的前任的生日 加上我认为她的祭日当成密码 你那么你那么着急她死啊 你得恨成什么样了这姑娘 谢谢 来 7号 我会用我最好的一个闺蜜的外婆家的电话号码 作为我个人的号码 你的闺蜜外婆家的号码 对啊 因为 这就是警方介入都很费事的 对啊 因为那个闺蜜 我们已经就是认识有20年了嘛 所以说小的时候会经常频繁地通电话 所以就记住了她外婆家的电话 然后就会以这个为我的密码 我觉得是蛮难攻破的 你有什么可以分享给大家的 哦 我的密码就是爸爸的生日 妈妈的生日再加上我的生日 然后打乱之后放里面就好 好 开个平方 对 就出来了 黄老师 哦 那我还算是最浪漫的 是那个我和我先生的那个 第一次相互表白的日子 这你都能记得 好不容易 不是 因为是一过了之后 正好就要用到密码了 所以就留下来了 有点像凯威那个刚好就 好浪漫呢 黄老师 哎 我 你自己呢 啊 你自己 我没用密码 我用生日 最弱智的 好吧 那不是敬人皆知啊 我用的是我小学四年级 我们班上最漂亮的 那个女孩的生日 哦 那是1982年时候的事情 警方介入也很困难 来 听下一条 小张是我的哥儿子 我的儿子在新加坡 他在我们启东 对我们夫妻俩 像父母亲一样的好 我们平常都称之为小哥 因为他都十分照顾我们这些弟弟们 他的一句话叫青刀小手 我都好扔 这句话是他的口蝉 他的女人缘特别特别好 从十几岁到几十岁的 都是他粉丝 现在他都成了我心目中的男神了 什么男神呀 我觉得他像是男神经病一样吧 9号 有问题吗 我只能说你从一上台 就是跟我想要的那个 像太阳一样的男人 就是暖男的形象很接近 所以我一直为你留到最后 还有就是 你的性格很多变 就是不会让人觉得无趣 你能无时无刻带给我惊喜 我怕刘东愿意跟你走 如果你愿意带他从这儿离开 如果不愿意表示感谢之后 你自己走 首先我先说一下 因为我真的是一个欲解框 然后 其实我已经有心动女伤了 然后我还是坚持我的心动女伤 对不起 没事 再见 再见 在台上发表一转过 然后没有展示出原来的几个人 其实我是一个比较安静的一个人 就是跟朋友在一块的时候 然后参数玩的最比较嗨 那可能台上的女嘉宾呢 对我有那么一点儿 可能是小一点小看法吧 没有办法接触我这种性格 但是像我这种渐渐的 骚骚的性格 在国外是很常见的 相信还是有很多数人认可我的 如果有人喜欢我的话 可以写信给我联系 我们以前也讨论过 起名字这个事儿 爹妈给孩子起名字 得稍微有一点发展的眼光来看 一个小宝贝特别可爱的时候 叫什么小小啊 宝宝啊什么的 你得想想她也会活到三四十岁 这大老爷们儿出去 我对名字讲小小 观众朋友如果想了解 24位女嘉宾的个人资料和联系方式 现在可以拿起手机 编辑短信81472加女嘉宾编号 发送到106666620 或者登陆《非诚勿扰》的官方网站 给他们留言 想要征婚相亲交友的朋友 可以通过百合网 正干往世界家用网站 或者到我们的现场报名点 报名来到《非诚勿扰》的舞台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